那我们直接就要进入到我们真正总论 开始来谈理论 二 理论篇 一 总论 一 原始点医学概要 原始点医学是放空支箭从零开始 一点一滴在患者身上摸索出来的 研发之初先是重用内热源 之后归纳出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 其后又发现外热源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诊疗一体同步的原始点保健疗法 进而创立以因缘果的架构 来阐述疾病由来与诊疗原则的理论 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验证突破充实完善 最后建立起一个医疗保健与理论 高度统一的崭新医学体系 所以每一种医学它的来源都不一样 原始点就是直接从患者身上摸索 因为当我太太那时候用尽各种中西医的方法都解决不了的时候 也只能怎么样 从零开始 那时候把自己过去所学归以零 就是不再用 然后从我太太一点一滴身上这样摸索出来 这个难不难 我中间过程中真的很难 因为你也不知道开关在哪里 那这时候因为全部都把过去的所学完全放掉 然后这时候才能完全清晰 这样摸 哎 才能问出答案来 那你们也看到整个过程 刚刚言吉有提到的就是 我太太在最危急的时候 我是重用什么 人生 有没有 一次两百克 这样让她体力慢慢恢复 生命力才稳定 那第二个 就是在她身上怎么样 找出一条脊椎及七处原始点的开关 那整个的原始点发展 就这样一路这样过来 那到我太太往生基金会开始对外 也开始在做患者 第一个遇到的难题就是黑脚阿嬷 黑脚阿嬷当时候指头黑掉的时候 我也用按推没效 因为她是属壮的组织受损 所以她一天24小时都在痛 那这时候我也用中药 早期我还有用中药的一些热药 效果也不好 再来用爱灌的温灸 结果也不能解决她的问题 所以她从一根指头黑掉 到最后九根黑掉 独存一根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故事的过程 黑脚阿嬷案例 庄女士85岁 2007年9月 左脚小指开始疼痛发黑 膝盖底下血液不通 同年11月曾住院接受药物治疗 情况稍有改善 但是在出院后不久 状况又开始持续恶化 此时医师建议 进行膝下截肢处理 但是病患及家属不同意 经过原始点疗法的处理后 阿嬷的脚血液恢复通顺 只截掉组织坏死的脚趾部分 还能自行下床走路 处理前头晕 心脏不适 大小变无力及皮肤痒等多年症状 经原始点医学处理以后 其症状也一并消失 欢喜地去参加孙子的婚礼 为了改善阿嬷脚的状况 试过各种热源 后来发现红豆的保热效果好 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加热便利 因此发展出整套温敷红豆袋 血管显影 这些黑色的血管 大家清晰应该可见 那上面是骨骨头 这是中间这个是大腿到膝盖 这两个影片都是大腿膝盖 那是小腿下来到脚踝这里 我们看只有小腿这里血管 其他下来就没有了 看不到血管 前后部队 2007年12月 2008年6月 前后将近半年时间 大家看到她脚底都是黑色的 事实上都是坏事 我说黑脚阿嬷对原始点的影响 特别重要 当时候我在医她的时候 就是一直发现 为什么都用对了 但是她脚趾头就好不了 最后我去她家确定 是外热源出了问题 因为以黑脚阿嬷85岁 她胃口也不好 索人吃的热源就这么多 吃太多她也会占 也吃不下 那外热源是可以经由皮肤进去的 但是问题烟雾弥漫 她家人每个人拿 就是两个人拿爱罐 然后一人一罐 然后坐在阿婆两旁 阿婆坐中间 然后温敷一个多小时 整个家里就怎么样 烟雾弥漫 三个人同时痛哭流涕 所以再也无法持续 所以外热源因为间断不能持续 所以黑脚阿嬷的效果变得很差 也是因为这样 她的脚趾头一根一根黑掉 所以当时候我在她家就想 如果原始点发展到这一关 不能把黑脚阿嬷解决 那对我而言又是痛苦的开始 就好像让我回到过去 我在医治我太太 那种痛苦一样 所以我那时候决定不能放弃 这个我一定要做出来 所以就在她家苦苦思索下 诶 竟然灵感来了 我想那竟然是外热源出问题 有没有一种外热源 没有烟雾弥漫 然后又能够长久温敷的东西 所以突然间想到 如果我用红豆装进袋子 然后微波热了 然后就把它包扎起来 然后面积就可以变很淡 然后如果冷了又微波一下 也可以反反复复使用 那烟雾的问题也没有了 那温敷时间又可以拉长 所以这样一转面头 我就叫她家人赶紧准备红豆袋 那你们也看到了 最后她家人一天温敷16个小时以上 三天大概就整个逆转 她的血水就从坏死的组织部分流出来了 那一个礼拜左右 很多黑掉的地方开始长出肉芽 经过一个多月完全修复 那最后再把剩下的骨头啊 这些把它截掉 然后把另外独存的一根也截掉 为什么没有这种鞋子啊 最后不得已才这样 所以黑脚阿嬷对原始点的发展 起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外肤竟然可以用到24小时 这个是突破以前的 那她对于中医的意义就是 也突破了中医一个什么框架呢 原来不一定要在穴位温灸 它可以大面积的温敷 不要管不管穴位 只要经过皮肤吸收它就能进去 所以第一个突破了时间的概念 第二个突破了什么 面积的概念 第三个 它有一个概念是什么 只要有热就有效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因为怎么样 你红豆它如果没有微波会不会有效 背着有没有效 绝对没有效 那可见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经过微波的热而有效 而这个概念一通了之后 就突破了什么 原来 只要有热有效 那就不用分很多 红豆袋也可以用 以后的软贴可不可以用 也可以了 所以眼红外线啊 甚至姜粉只要有热的贴到皮肤 只要让皮肤能吸收的 都是有用的 所以这一概念突破了 哇各种产品就可以广泛应用 而灵活应用在身上 然后再来突破了一个什么概念呢 原来热补像黑角阿嬷 已经吃到不能吃了 那还是需要热源啊补充 这时候只能靠怎么样 外热源 所以原来补药外热源 也可以借助皮肤 而补到身体的 来改善我们里面的热能 这个就把我们的观念 更加怎么样 打开了 原来温补 也可以借助外热源来温补 另外对医学一个更大的刺激 现有的医学就是 医学认为黑掉的东西 不可能再自己修复好 西医认为 你脚趾头黑掉 一定要怎么样 把整个膝盖砍掉 那因为砍掉这个是重大的问题啊 如果两脚都砍掉 黑脚阿嬷就只能做轮椅 所以西医当然也可以解决 黑脚阿嬷的问题 但是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那这个就是西医的观念 以为坏药的部分 就是节肢就能解决 但是他不相信 人体本来就有自愈力跟修复力 那原始点这一点是特别的着重 认为这个药是没有功效的 真正能修复人体的是 我们自己本身 也就是你只要把我们的热能带动起来 抵抗力增强了 自愈力自然就能发挥 把我们的体伤就能修复 达到完全的根治 那不用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原始点跟西医最大的观念是 西医不相信人体有修复力 有自愈力 原始点是完全相信 人体本来就有的 你只要给他对的东西 他就会进行帮你处理 你只要相信自己的身体 他会发挥功效 所以这两种不一样的 你们也看出 这样最后的发展结果会不会一样 绝对不一样 你们刚刚看乳癌的那两个患者 不是这样吗 如果以西医 好 如果人手术 他一定怎么样 把他割了 反正就是你哪里有问题 我就 你只要有一粒 我全部的乳房都把你割掉 对吧 他们的理论就是这样 那原始点就是相信怎么样 人体本来就有自愈力跟修复力 所以你只要给他对的 哇 你们也看到结果 确实可以修复 那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思路 所以这一个外热源 竟然打破了很多医学的什么 框架跟概念 这是我说 黑脚阿嬷它具有重大的意义 就是在此 也对原始点的整个发展完善 因为第一个内热源 红森 早期是用红森 最后到姜的用 然后再来外热源就是黑脚阿嬷 那一条脊椎基础 就是在我太太那时候也找到 等于一针 一针二咎三用药 中医的三大疗码 原始点到此已经都怎么样 开始完善 那黑脚阿嬷出来之后 接下来就有人开始 也不用红豆袋了 他就直接浆粉 撒在脚趾头也可以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黑脚阿嬷的故事 广西北海沈师兄的妈妈 即是广西黑脚阿嬷 今年84岁 得糖尿病多年 血糖值一度高到19.5 右脚大脚趾坏死 去医院检查后 医师建议阿嬷右腿膝盖以下 要全部解肢 因沈师兄学了原始点 就带回家用原始点来处理 经过沈师兄五个多月的 原始点精心调理 现在坏死的脚趾自然脱落 伤口已完全愈合 现在都可以走路了 复图是2015年2月26号 阿嬷脚的情况 2月27号原始点处理第二天 3月7号 原始点处理第十天 阴脚一直未消肿 这天开始每天用浆两斤 24小时温敷 3月12号至3月24号的情况 3月12号 3月12号原始点处理第十五天 用浆两斤 温敷24小时已起作用 脚已经消肿 3月24号 坏死的组织和原本好的肌肉组织 逐步在分离 3月24号 3月24号至4月17号的情况 4月17号 好的一边在长鲜肉 要脱落的情况更明显了 4月22号 坏死的脚趾已松动 4月27号 坏死的脚趾已完全脱开 只连着一条筋 5月3号 伤口鲜肉逐步长出来了 5月8号 伤口再逐步愈合 5月18号 原始点处理第82天 6月6号 原始点处理第100天 坏死的脚趾已完全自然脱落 伤口愈合良好 8月4号 阿嬷的脚已完全愈合 现在可以穿鞋走几步路了 前后160天比对 第一天 血糖值19.5 第160天 血糖值10.5 做原始点的第一个月 每天温敷5个多小时 后来增加至24小时 开始每天用姜1斤 两个多月后增加至3斤 效果就明显加快 直到8月份 母亲能走路后 降到1至2斤用量 开始的一个月 每天一到两次全身按推 后来每天一次 到最后两个月 每两天一次 饮食以温热为原则 血糖值8月初测的是10.5 体力恢复良好 其他一切正常 感佩沈师兄的孝亲 感恩张医师的大爱 让一批又一批的百姓 免遭手术之苦 所以我们到这里 已经感觉到原始点 它的外热源用得怎么样 纯熟 因为突破了整个框架 之后各种热源就会出来了 好 那我们为何 已经纯熟的理论 为什么要再讲清楚 因为一般 我如果只是放这样 你们以后感冒 会不会用这一套 有些人还是怀疑 所以最后整个理论都要讲 那医学的理论那么繁复 当时我就在想 怎么样让一般 没有医学背景的人 也能够听得懂 那我在想 用因缘果是最好的表达 东方的思维 一定有因果概念 就像做好事 就会有什么 好报嘛 做坏事有恶报嘛 就是 积善之家必有什么 移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一样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所以我认为 积善就是因嘛 移庆就是果嘛 那这样的因果道理 没有一个人听不懂的 所以我认为用这样 大家都熟悉的理论来讲解 把复杂的医学讲清楚 我认为是 最容易让你们看清楚 这个整个的疾病的变化关系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宇宙间万事万物 都离不开因果定律 例如 种子没有了土壤 阳光 水分 空气等 外在条件的协助 是不能生长 发育 开花结果的 将此种子 辟育为因 则外在的土壤 阳光 水分 空气等条件 就是圆 长出的果实 就是果 此极 众所周知的 因缘果的道理 生老病死 是生命必经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 医学要解决的 是疾病的症状 而非处理衰老败坏 所呈现的异常形态与指数 为了理清疾病之由来 及其与异常之关系 可用上述之因缘果的理论 加以阐明 因缘果本是假设的名词 彼此相待而生 无绝对性 为方便表述 先设定疾病为果 则因缘两者之定位 及与之相对待而成立 疾病表现为症状 其中症指不适感 功能紊乱 及体力虚弱 症指体表组织受损 而所有症状 不外有身体组织器官 运作层面的体伤 与身体能量层面的 热能不足所致 故此两者为因 其中体伤 可分他处体伤 及本处体伤 它们可直接产生症状 热能不足 则可影响体伤 间接导致症状 好 我们先把这个念的 刚刚念的稍微讲解一下 这里提出就是用阴炎国 来解释疾病的关系 还有一个异常 要厘清的 就是这两点 那疾病 它在身体上表现的是什么 因为疾病是一个抽象名词 你在身体反应的又是什么 不外就是两个字 一个叫做症 一个叫做重 什么叫症呢 症可分三种 也就是当你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症的不适感 比如疼 痛 酸 麻 痒 脏 闷 刺 晕 甚至下坠感 灼热感 这一系列都是 那还有一个叫做症的功能混乱 比如失眠 食不下 咳嗽 气喘 呕吐 腹泻 便秘 这个比前面的更具体了 那我们进一步 虽然也是不适感 但是因为它更加具体 更加严重 我们称为怎么样 症的功能混乱 那最后一个叫做症的体力虚弱 比如行动磁缓无力啊 面无光泽啊 还有怕冷 水肿 甚至讲话有气无力的 肌肉萎缩 这一系列都是属于 症的体力虚弱 所以症分这三种 那另外一个叫做壮 壮的体表组织受损 主要是表现在身体上是什么 伤口跟皮肤病 比如破皮 流血 化膿 腐难 甚至像起红疹 肝险 牛皮险 怒疮 烫伤 诸如此类的 都是属壮的组织受伸 那疾病不坏就是分症跟状 那原始点要处理的就是症状 那按了有效的我们称为怎么样 他处体伤 早上出来的按了都有效 那这些都是属于他处体伤 如果按了没有效 叫做本处体伤 我常常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啊 就是当你进入一个屋子 一片漆黑的时候 你第一个会想到是电灯坏掉 还是开关没开 一定想到开关 不会人一进入屋内看一片漆黑 就去修理电灯了 没有这样的人 一定去找开关开开开 那开了一般电灯一定会亮 万一开了没有亮 这时候我们才可以怀疑 可能电灯坏 或是那个变电器坏 甚至电线有问题 才会想到诸如此类 但是多数开关开了都可以解决 那开关开了 马上能亮了 我们称为他处 因为从他处来让电灯亮起来 所以我们称他处体伤 如果开关开了没有开 那很可能就是真的是电灯坏掉 那叫做本处体伤啊 真正是在电灯的位置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体伤就认为 正有分这两种 正跟状 不外就是一个是他处 一个就是本处 两者要分 那我们说我们生下来 就注定要面临什么 老病死 有没有人不老的 生下来一直到死都不变的 没有一种不变的东西啊 包括你们第一堂听到现在 你们身体有没有在变化 有没有人都不变的 没有哦 如果不变那我早上那一堂 不是白讲了嘛 对不对 你们脑袋起码也在变化嘛 到了中午的时候 你们就懂得怎么样 饿了 就要想去吃饭 那表示你们身体有没有变化了 现在饱饱的为什么等一下就饿了呢 所以身体都随时 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不只人体啊 外物也是这样 这张桌子有没有变化 从昨天到今天有没有变化 认为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认为没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没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只有少数几个啊 好 其他都同意有变化 你们是用眼睛看出来的吗 不是啊 这个眼睛看不出来 那为什么我知道它有变化 如果说 昨天跟今天的桌子都没有变化 那今天跟明天也不会有变化了 对不对 以此类对 那数十年后百年后也不会有变化 它一直都不变 但是问题来了 数十年后百年后 这张桌子会不会坏掉 会嘛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有变化 它如果没有变化 那以后也不会有变化 那所以我们可以推测 昨天跟今天其实它也在变化 同样人也是啊 如果你说你昨天跟今天都没有变化 那为什么你数十年后百年后 你就往生了呢 你就要坏死了呢 很显然 你每一天都在变化 好 那既然是这样 人每一天都在变化 变化的过程只有两条路 哪两条路 一个是变老 一个是怎么样 生病 就是变出这两种 没有变出其他的 你们想想看 还有什么让你们变 没有 好 那也就是你们每一天 身体的变化 你们要面对身体的变化 只有两种状况 一个变老 一个变疾病 那你们能不能分出身体的变化 什么是叫疾病 什么是叫老 两者你们有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 好 那这个问题大不大 大啊 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的 你不搞清楚 连老跟病都搞不清楚 万一把老当作疾病再治疗 那不是阴亡的吗 甚至这样物质了之后 就把整条命丢了 那不是跟阴亡的 所以老跟病 这是人生第一道课题 一定要面对 而且你一定要搞懂 好 那你们说不懂吗 我相信你们也应该有个概念 譬如我问你们 你们一定答得出来 我的白头发是老还是病 你们看 你们说不懂又回答得那么快 是吧 可见你们懂 那你们为什么知道 我的头发白是老不是病呢 你们怎么界定的 好 很简单 我教你们来分辨 第一个 刚刚我已经把疾病的定义 定得很清楚 疾病不外就是怎么样 症跟状 那排除症跟状 这样的身体的变化一定是属老 所以当我头发白 会不会造成我头晕 甚至头皮破皮流血化容 会不会 不会 那很显然 它跟症无关 跟状 跟状也无关 所以它不属疾病的症或状 那很显然它就是老化 这样你们能分了吧 那我的脸皮重 是老还是病 你们也回答得很干脆 因为它不会造成我皮肤痒 对吧 也不会让我抓到破皮流血 所以你们看得出来 所以这个没有症也没有状 当然就是老 我前面鼻尖 有长一个席肉 四岁以后才长出来 前面的或许看得到 那这一个席肉 是老还是病 咦 有不同声音喔 认为是老的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是病的举手我看一下 有个半 你们最后举出来说是我病 我认为这样对我有一点欺负喔 我认为你们才病了 乱举 为什么 如果它是病 那我应该有鼻塞鼻痒鼻痛啊 我有没有 我刚刚有没有抓过 我也没有啊 鼻子也畅通的啊 那有没有流鼻血给你们看 破鼻流血的壮的组织受伸 有没有 也没有嘛 那很显然 它既非症也非壮 所以这个鼻息肉应该是属于老还是病 老嘛 这个老就会长出一些有的没有出来嘛 那这个 所以我知道它是老 所以我也不会去找医生治疗 我过 我跟它怎么样 相处的愉快的不得了 为什么我跟它那么愉快 因为有人说 它长的位置太好了 刚好在鼻尖 有一句话叫独占翱头 所以我觉得它长的位置太好 所以就让它继续长 好 我再继续问你们 如果这个鼻息肉不是长在鼻尖 这些 万一长在鼻子里面 是老还是病 又不同声音了 你们老是老跟病就是两派 可见你们真的老跟病常常混淆 好 如果一到里面就算病 我就问你们 如果这一小例离一到里面 难道会造成我鼻塞 鼻痒 鼻痛吗 不会 不会嘛 会让我流鼻血吗 那不是很痛苦 也有人鼻子里面长痣的 他也不流鼻血 也没有鼻痒 鼻塞 有没有 有些鼻孔那里就长痣 我也看过了 那为什么他们不是病 我这个就是病 所以这个很显然是什么 老嘛 没有症也没有状那就是老 好 年纪大了 会不会弯腰驼背 弯腰驼背是老还是病 认为病的举手我看一下 现在大家都一致了 确实弯腰驼背是不会有症状 你去问老人家 他也不一定腰痠背痛 他就是驼背而已 形态有变化 好 所以这个确实也老化 那包括高低肩长团队 在我看法 根本就是身体的变化 就好像车子 使用久了就会怎么样 车胎磨损啊 表层会凹凸不平 甚至凹凸 那个不能说这是车子坏掉 而是车子怎样磨损 对不对 那就是老化败坏的现象 不是车子的功能坏掉 这个病跟老一定要分清楚的 好 你们眼睛看到身体的这样的变化 会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而越多还是越少 这个你们肯定了 我也认为 像我的白头发刚开始也没有那么白啊 你看我40岁的时候虽然白 但是还黑白交错 但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几乎怎么样 白应该过黑了 现在黑法算是稀有的 那可能再年纪大一点 连黑的也怎么样 白了 所以只会越来越严重 不可能越来越好 那我问各位 外表会这样的变化 你们看不到的体内 会不会这样的变化 那这样的变化是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好 那也是你们肯定的 那也就是我们后面要讲 异常的很多形态 包括骨质深深 我们称为骨刺 有没有 像骨骨头变形 坏死 磨损 甚至椎间盘突出 这些都是它的变化 包括组织器官也是 比如说肝硬化 皮肿大 肺纤维化 肾萎缩 脑萎缩 这些都是器官的变化 还有女孩子会长子宫肌瘤 有没有 甚至各种癌肿瘤 这些都会随着你年纪越大 而长出不同的形态 但我要先界定 这些形态 跟身体的疾病的症或状 完全是无关的 你们看那个 我放的星巴威那两个案例 它乳癌是被确定 那但是为什么要治疗 我不是治疗它的乳癌 我是治疗它的什么 状的组织受损 所以你只要给它热源 它伤口好了 你还要不要管癌细胞 没有啊 因为它没有状 体力也恢复啦 没有症的不适感 也没有状的组织受损 所以就不能成为疾病 所以很显然身体里面的 这些异常变化 它跟疾病的症与状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 那就不能成为疾病 那很显然我一路坐下来 确定这些西医检测的异常 包括指数还有形态 都跟症状无关 所以我只能把它界定为 就像你们外表看到身体的变化 老化的变化一样 它只是一个异常的变化 而不能说成疾病 好 那我们继续再把后面的演练下来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随着体伤与热能不足 身体的变化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老化 疾病表现为症与状 老化则常表现为异常形态 与异常指数总称异常 故异常异熟果 是衰老败坏的现象 虽与疾病同因 但并非疾病本身 缘则统称所有影响人体热能 与体伤的各种因素 如外伤 劳累 情绪 环境污染等 有些缘可直接造成体伤 而产生症状 有些缘会消耗热能 间接导致体伤而产生症状 身体为修复体伤已解除症状 必会加速热能消耗 故生病后热能会更加不足 好 我们这里讲盐有各种 那比如外伤 劳累 情绪 环境 种种 那外伤一般直接造成体伤的居多 比如你车祸啊 或是摔伤啊 那马上就有病症症状出现了 但有些盐呢 比如说情绪 压力 这些会消耗热能 然后间接才影响到体伤 产生症状 所以这一部分可以分成两种 也就是盐对身体的影响 有直接影响体伤的 有间接影响 好 那我想进一步问各位 你们相不相信因果 相信 相信喔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基善之家必有怎么样 余庆嘛 基不善之家必有一样 也就是做好事一定有怎么样 好报 那如果好报还没有来 你要不要继续相信因果 要相信 为什么要相信 因为不是不报啊 时候未到 因为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一切都报了 是吧 所以 为什么《颜料凡》里面有讲嘛 佛事门中嘛 有求是吧 哇 你们比我熟耶 确实就是这样 因为他相信因果 你只要种下好的因 那你想得到的果 善的果 就必然能够得到 这就是 就是这样来 但是要提醒各位的 有因 还要有什么 盐 盐具足才会有果 比如说 我们说因果来谈吧 女孩子如果会生孩子 那孩子就是果了 对不对 女孩子就是因 但问题是 女孩子一定生孩子吗 一定吗 这个一定不一定哦 因为如果说没有盐 就是不行 盐就是男人嘛 如果女人他没有男人 没有因跟盐的结合 那果就不会产生 那所以果要产生 必然要经过怎么样 因跟缘 因缘具足了 果才会生下来 这是一定的道理 那我们的疾病也是这样 疾病要好转 一定要怎么样 有善言 比如说你要懂得运动啊 心情要调整 甚至要懂得温敷安推 种种 那给他善言 那他的音会会改变 因就改变 那当然因缘具足 果自然就改变 这也提醒我们 疾病的背后 他不能只有说是 缘或单一的因 或单一的缘 就能产生 这个果的产生 背后一定要有什么 因跟缘的具足 才能产生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因要影响果 必须记住缘 同样 缘要影响果 也必须通过因的运作 单一的因 或单一的缘 都不会影响果 必须要因缘具足 果才会改变 切莫在诊断上 将缘作因 如把风寒或中属缘 当成症状的因 而使外缘及内因 混淆不清 或导果为因 如将异常的形态 与指数果 当成症状的因 而说疑症多因 或果生果 或在治疗上 弃因谈缘 不谈身体运作 却谈药食 按推 有治病功效 而说缘治果 或无疾病 却将异常 当成疾病来治疗 好 这里就是在把 叫你们把 因跟盐搞清楚 比如说 我们风寒或中属 那是外在环境的变化 而这些盐对我们身体 万一造成了影响的时候 我们的阴也往坏地走的时候 就会产生症状 所以这是盐 影响到阴而产生的 不能说 这些中属或风寒是阴 它是外在的环境 而不是你的体质 所以体质是属阴 那外面环境就是属什么 盐 所以这一段就是要告诉你 第一个就是要提醒 盐跟阴是有分别的 那第二个 果跟阴也要分别 疾病是果 不能说是 这个症状 症是状的阴 或状是症的阴 都不能这样说 也不能说异常 异常是老化嘛 跟疾病根本就没有关系 两个都是果 我们说的 老化也是因为什么 体伤跟热能不足引起 症状也是 那两个都是果怎么会 症状跟异常 说症状会生出异常 或异常会生出症状 这个是不可能的 后面我们也会提到 那把导果为因 就会产生后面的 很多种说法的什么 果生果 比如说两个都是果 怎么会说 异常生出症状 或症状生出 就好像 父母亲生出老大老二 不能说老大会生老二 或老二会生老大 那个是不可能成立的 再来有些人说 哎呀治疗能治病 那如果身体不运转 能不能治病 不能 所以身体是一个 具有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也不能忽略 所以我们说疾病要好转 一定是阴跟炎具足的 不能只能谈单一的 那也不能把异常当作疾病 我说的 异常只是衰老败坏 也就是教你们 不要把老跟病混淆了 好 那我们谈了那么多 我们还是看我们的图表吧 这个图表 是帮助各位理解的 我们来看 这里的果分疾病跟异常 我们也把它做切割 那但是我们的医学 确保异常也当疾病 他们检查出来 包括异常的指数 比如高血压 糖尿病这些 还有异常的肿瘤 子宫肌 他们都认为 都把它当作要处理的 那我们认为这个 异常跟疾病的正祸状 是无关的 只有我正祸状 我们才承认 这是医学要解决的 其实几千年来 中医的发展 它只有解决疾病的症或状 几乎不处理异常 我用几乎啦 也不敢肯定说 中医没有异常的概念 那大部分就是要解决 疾病的症状 而且以前也没有仪器 根本看不到体内的这些异常 甚至异常指数 也没有仪器测出来 也不可能知道 那是西医出现之后 就有这个异常 那这个异常跟疾病 在我一路做下来确定 它们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把它做这样的切割 但是都是有体伤跟热能不足造成 比如我的白头发 是什么造成的 有没有体伤 我有没有体伤 认为我没有的举手 我看一下 好 我没有体伤 竟然长出果来 我等于我没有阴 就能生出果 没有妈妈 孩子就能从石头放出来 这个你们认可吗 没有啊 果一定不可能凭空而生嘛 一定要有一个阴 所以我有这样的果 异常老化的果 那显然我又没有阴 有啊 那我的阴是什么 头部有体伤 还有热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我只要你们帮我揉头部 我还是会痛的 那显然这个才是老化的因 所以两个都是因 但是两个也 两个果都是体伤引起的 但果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好 那体伤跟热能之间 就有彼此互为影响的关系 好 比如你有症状了 那确定一定有体伤 那为什么我们按完还要温敷呢 因为体伤之后 身体会自动想修复它 必须动用更多的怎么样 热能 所以体伤严重 热能就要消耗更多来修复 所以体伤会影响热能 同样当你压力啊 情绪 情绪低落啊 沮丧啊这些长久下来 这个会不会影响热能 我们刚刚讲的盐会影响热能 那热能影响久了 会不会影响体伤 会啊 很明显的 像我早期年轻的时候 也谈过恋爱啊 那每次思念的时候就很痛苦啊 那痛苦就怎么样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那睡不着觉是不是症状 失眠算不算症状 算啊 症的功能混乱啊 那继续下去 竟然身体就怎么样 瘦了一千了 那我说暴瘦下来 就是属于症的怎么样 体力虚弱 那你看从症的功能混乱 到体力虚弱 那盐是从哪里来 就是热能引起 那表示热能会不会影响体伤 会嘛 我亲身经历 所以我就知道 体伤跟热能原来是怎么样 互为影响啊 所以为什么原始点按推完 就要温敷 因为它彼此互为影响 你解决体伤 必然还是要解决 热能不足的问题 好 那我们有这些概念 我们直接就可以来看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单元 就是变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